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少年上父,中年上偶,晚年上子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在上偶之后又快要失去自己的孩子 这是最最痛苦的事情 还有在农村上没女婿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了王秀娥身上 王秀娥的痛苦便是中年上偶 早些年王秀娥和丈夫虽然算不上多恩爱 但两口子相互扶持,相互照应着 日子过得也有滋有味 随之在孩子刚满周岁时 一场意外要了王秀娥丈夫的命 自此王秀娥成了一个寡妇 所有的重担都压到了王秀娥的肩膀上 家里的日常开销,孩子的抚养和教育 让王秀娥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而这些担子也让王秀娥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脆弱 王秀娥辛苦了大半辈子 终于把儿子培养成人 让儿子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之后顺顺利利的找到了一份工作 给王秀娥乃至整个村都争了脸面 添了光彩 本来以为苦日子到头了 王秀娥以为自己可以卸下身上的重担 再晚年想想轻浮 谁知一个晴天霹雳 就这么硬生生的披了过来 王秀娥的儿子做了一件在农村算得上是惊世害俗的事情 给人做倒叉美女婿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王秀娥差点气晕过去 奈何拗不过亲儿子怨意 也只能顺着儿子 毕竟把儿子培养成才 已经花光了王秀娥所有积蓄 她没有钱给儿子娶媳妇用 在王秀娥看来 既然成次入罪 就是成了别人家的人 而自己一个农村妇女 比不得城里的亲家 还有儿子媳妇有文化 说到底 经过了岁月的蹉跎的王秀娥 内心里是自卑的 所以没有亲家平等相处的底气 这人呢 一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 儿子结婚不到一个月 王秀娥就忍不住思念起儿子了 于是 王秀娥一合计就去看儿子了 我在乡下也没有什么给你们带的 就给你们自己带了一些 自己家养的鸡产的土鸡蛋 这种土鸡蛋营养价值高 一定要吃啊 妈 你送来的东西 我们怎么会嫌弃呢 这些好东西 在城里想买都买不到呢 这是自己养的 绿色健康 无污染 吃着也放心 王秀娥听了儿媳妇的话 心里的那一块大石头 落下了一半 吃过午饭 王秀娥就说和亲家告别了 儿子儿媳 都想留王秀娥多住几天 在城里玩玩再回去 王秀娥觉得留在亲家住 不像话就婉拒了 亲家看着王秀娥 是真介意这些 也就不强留了 就让王秀娥带一箱牛奶回去 王秀娥推托不过 只好接受 回到家中 王秀娥打开牛奶箱 发现箱子里还有别的东西 是一个小盒子 王秀娥打开一看 盒子里装了一只手机 和一万元现金 裹着现金的是一张纸条 亲家母 手机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以后咱们常联系 想孩子就打个电话 微信视频 现在网络和交通都发达 不像以前那么难联系了 那一万块钱 是孩子们孝敬你的 你安心在家想亲服 家里没事的话 就常来我们这走动走动 以后都是一家人 不要见外 我把女婿当亲儿子 也把你当亲姐姐看 王秀娥看着这些 内心是非复杂 老大感怀 欣慰 愧疚 这些情绪交叉在一起 哑了嗓子 其实赛风是马 因之非福 当一件你认为 非常不好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先不要急着生气 静观即变 说不定就会是 一个人生的转机能 如果王秀娥 坚持看中自己的脸面 不允许儿子结婚 那说不定 这么好亲就没有了 以后儿子 能找到什么样的媳妇 暂且先不考虑 就因为脸面问题 让儿子违反自己的心意 和自己心里的姑娘分开 也会造成儿子对自己心生怨怼